原标题 台湾一天内两艘军舰被撞台官员 海军该去拜拜了 海外往10月3日 变台湾海军两艘既得及驱逐舰 于3日上午先后发生被撞事故 其中一艘是在返港途中 因渔船强快而发生碰撞 另一艘则是已搏港 却被伤船撞上 对台海军而言 同一天两艘既得及驱逐舰遭撞 还是头一回 台军方官员对此评论道 海军该去拜拜了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有关苏澳港军舰撞渔船 渔船传身凹陷一事 台湾海军司令部表示 基隆军舰1801 于3日上午7点50分 需时返苏澳港作业 在港口进港航线上 遭金福恩号渔船撞起 事发时 金福恩号域从军舰右衔舰舰超越 不料发生碰撞 索性双方无人员受伤 经检查 军舰舰体无损伤 渔船轻微损伤 对于此次事故 台海军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并通令所属舰艇 注意风险管控提高警觉 维护好舰艇航行安全 另一起碰撞事故发生 在3日上午8点30分许 左营军舰停泊高雄骑金10号码头时 遭永复3号 Everage 3化学船擦撞 造成左营号舰围左侧约2平方米面积撞伤 永复3号毛链口烧凹 此次事件也无造成人员伤亡装备具体损伤情况 目前仍在调查中 据了解 永复3号化学船是巴拿马 及12394吨卫船 上午由高雄港28号码头时 往58号码头时 不料撞到博靠港内海四场 军用码头的左营镜1803 碰撞力虽不大 也没造成人员伤亡及污染海面的漏油事件 但军舰船尾左侧钢板被撞凹约2平方米 高雄港务公司表示 永复3号过弯道是一次转弯幅度大于45度角 才导致这起擦撞事故 由于永复3号毛链口也有凹件 正停泊58号码头接受调查 针对此意外事件 台军方已申请海事鉴定 并联系高雄航港局 要求查明商船照事原因 并将依法提出赔偿